上一集提到來到Costco找一些0.97元的貨品就最順利 因為是清貨價 今天來到Algamuse這間Costco 讓我找到一個順利貨 看看這個四塊Toast的Toaster 原價69.9元 減價49.97元 所以清貨價絕對值得買 我上次有同事推介這個飯壺 比兒子大飯好 當然小朋友小時候便會保暖壺 但到高校的時候 這個大小的飯壺便很好用 保暖 現在正在做減價 減了6.22.99元 有兩個 平均十多元 我又發現多一個1.97元的產品 飲水機是1.97元 即是清貨價 兼且有一個星星便不會再入貨 所以這個清貨價絕對是抵銷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上個星期去那間慢感的Costco 並不是這樣做法 即使是1.97元的產品 都會印在這裏 並且沒有寫原價 即是很詭異 不覺不覺 但這裏有紅色字寫著 吸引到你來留意這個產品 所以不同Costco 又有不同的做法 如果你想買到最底的刀 就不要去死一間Costco 要到處逛逛 Costco真的有很多實用性的家居用品 你看這個拖板夠厲害了吧 現在的電子產品這麼多 你看這個肯定夠用 還有USB插頭 有這個on-off鍵就夠安全 我同事還說這個顏色很散鏡 往往在季尾時買上一季的產品 是最划算的 雖然天氣暖暖了 但晚上也會涼涼的 有一個這樣的熱門在家裡 就真的蠻好用的 最重要是現在價錢 你看這樣$100 咪啟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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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